大家好, 又是我期貨浪人 歡迎回來浪人電台這個頻道 今天是11月29日 今天是期結日 我們先說回廣期 廣期, 今早他成功突破17740這個水平 一次過補了向下的裂口 而亦突破了周線 即是我們每周和利慶外所提及的重要轉強位置17930 之後大家不用說, 殺到18000水平 下午亦有說過 只要你不穿17964的話 都仍然小心要繼續向上走 結果下午也是一樣, 繼續夾上去 夾到收視 最高殺到18338 暫時看吧 即是廣期, 今晚 如果沒什麼大大買的特別之外 其實都暫時未見有什麼轉向的跡象出現 今晚的好彈分稅 我就放在18270-18313 向下看看 較大的支持區 就是17986-18126 如果沒有跌穿這個區域的話 短期還是會向上走的機會大一點 那上面那個前頂 看著上面前頂先 前頂是18494 看看這裡會不會有些阻力 希望可以升穿更加好 重複回 重要轉強位置 18346 重要轉弱位置 17986 向上的目標 第一個是18486 第二個是18558 第三個目標是18630 相反向下的目標是18235 第二個目標是18111 第三個目標是18038 好,我們之後說道指 道指其實昨天也有提過 道指你要突破到34360才可以叫轉強 可惜昨天最高 只殺到34321 沒有向上突破 直到之後就跌回到33800 水平 由於道指剛剛守著 周線的重要轉弱位置 33796 所以我暫時看道指仍然是強勢之中 昨晚跌下來 合理回調 暫時看著 今天如果可以站在分水位 分水位就放在33820-33950 站在這裡 還有希望會殺到34300 但如果失守了這個區 下面就先看 33796 可不可以守不守得 而33385 假設穿了33796 下一個級別 就會看33385 再說 重要轉弱位置 33905 重要轉弱位置 33742 向上目標 第一個 34202 第二個目標 34314 第三個目標 34490 相反向下目標 就是33518 第二個就是33406 第三個目標 就是33164 最後說到納指 納指其實昨天也是看過的 納指要轉弱 必須要突破到 11785 可惜昨天最高 就是剛剛好 11788 多了三點 亦都突破不了 仍然是處於偏弱位置 之後亦都回落 11575 這個水平 納指暫時只要守住 11581 短期內都開始形成了一個 叫做三底形態 你當它 變成它 這陣子的回調 都尚算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所以今天 如果可以踩住 好彈分水 11582 至11625 守得回主導 就有機會 看上 11768 如果也都升穿了 就會看上 12000的關口 相反 如果失手了 11582 即好彈分水的底 下級的支持 就會在 11425 至11500 進發 重要轉強位置 就是11728 而重要轉右位置 就是 11582 向上的目標 就是 11767 第二個目標 就是 11828 最後一個目標 就是 11900 相反 向下的目標 就是 11481 第二個目標 就是 11418 第三個目標 就是 11324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文字版就放在下面的描述欄 如果你們想每天都 收到我最新的分析的話 你可以去Myserland 有一個Telegram的連結 你可以進入我的廣播台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喜歡這條影片 請給我一個like 還有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給我 還有你的支持 就是我和我的團隊的動力 記得訂閱我 期望浪人 和我的隔壁的鈴鐺 一有新片就有通知你了 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見